你可以針一渣出去 喝喝 有很多款海鮮 流水蝦 流水蟹 即是活海鮮的款式 Hello 我是阿軒 今天和大家來喝喝啤酒 進向日本居酒屋的Style 它外面有一個戶外地區 好像日本的屋台 你可以燒著海鮮喝啤酒 二百多元 一會再說 首先它進來所有東西都是自作的 它有很多款海鮮 它這裏有四款不同的魚 有蠔 很多的貝類 東風螺 魷魚 只是這間有十六款海鮮 未算外面還有流水蝦 流水蟹 即是活海鮮的款式 它其實好像吃泡妃一樣 還有沙律巴 沙律巴全部都有海鮮 有蝦沙律 凍蟹 有甜品區 其他燒 蔬菜類 丸類 肉類都齊的東西 但這裏最重點是啤酒滷滷 這個因為你戶外坐 你可以針一插出去 任任 是無限 然後它這裏還有三啤有幾款 它有1664 Hole Garden 還有冰杯 其實你正常就這樣 在這裡針一杯 那些啤酒超冰凍的 嘩 感覺很滿足 剛剛好 完美 這個就是它的三啤 這個就是1664 它裡面超級甜 它是有冰杯給你的 什麼啤酒款都有 Sommersbee 南門 黑啤 Gaspar 1664 Hole Garden 超級多款 有瓶裝 有罐裝 還有圓渣三啤 連這一桶都是我自己針回來的 我覺得香港是普遍很少有一種 好像日本屋台的感覺 去吃這個燒烤的 它可以燒蠔 而最重點是什麼 這裡超級便宜 阿軒介紹的一定是性價比的精選 它下午是200多元 阿軒來源一位 第二位半家 四個小時任吃 下午如果你想休息一下 來到這個坐四個多小時 一堆人聊聊天 燒著海鮮是很棒的 它晚餐300多元 然後阿軒能源一位也是第二位半家 再加這個無限時 即是你可以坐足一晚 除開每人都不用300元 What 我猜我的蝦已經可以了 漂亮 它整間店都進化了 海鮮的款式多了超多 而且全部都是超新鮮 剛剛在外面夾 然後它的啤酒款是再多了 無論是生啤和脂妝都多了超多款 東西燒得超級快 其實你開行的火 海鮮是超級快熟 水仙湯好吃 五隻雞的花膠雞湯 還有鮑魚 先掃一下 超足料 海鮮款有時候多過傳統的酒店 但它的價錢 是你不明白為何可以200多元做到這件事 還有一些石子兜準備了給你 牛油去炆那個蟹也是可以的 超級多的大頭蝦 新鮮蝦是不同的 肉超級實淨 還有海鮮味超重 一口超海鮮 一口啤酒 真的很好吃 我突然覺得有些雞丸水產的感覺 香港的日式水產居酒店 坦坦地200多元一碟 我現在是200多元一個頭 想不到有餐廳可以做到戶外燒海鮮 好像BBQ一樣 但它有食用好像放題一樣吃 哇 魚的魚油在湧出來 原汁原味 是新鮮酸辣貝 它的帶子裙邊和殼上的醬汁可以喝 正好味 很甜 沒有調味料 真的吃新鮮原本的味 我覺得我自己很進取 我倒了2L的套家紋回來 整堆朋友這樣來不得了 很爽 先點一下酸辣汁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魚 但它的肉很滑 蝦有兩款 這一款是最好吃的 就是帶頭蝦這一隻 難怪它這麼難捕捉它 但它是超好吃 最好吃是它 它這裡本身只吃流水蝦 我已經覺得是非常推薦 它是超多活海鮮 不過他們說啤酒 就是在男人的角度 啤酒才是王 它女生的東西有甜品 有芝士熟米 嘗嘗自己的手勢 好吃 它是真的要點這個酸辣汁 好吃這個味道 到底燒蟹是什麼感覺 它也有一點點高 這些蟹我沒預期過它有高 但它是有高的 是滿足 它的蟹很juicy 很多它原本的蟹汁 因為這裡不只是滿足吃蝦的人 是喜歡吃蟹和海鮮 都是非常棒 最重要是啤酒 但現在找不到 先試試冬風羅 my favorite 原汁原味冬風羅 它有神秘的醬料 你去燒它的菜和肉 完全不乾 不會有酥味 還會保持它的水分 先燒羊架 還有VV的菜 然後噴它的噴噴 神秘的東西 然後塗油上去 是不是真的如全民眾所說 它就會不乾呢 燒娃娃菜 其實它還有調味料 但我完全沒有放過 要試它的原汁原味 但那個魚的泰式辣醬 必須要 真的必須要 我還沒吃它的蒜蓉開邊蒸蝦 它這裏其實是蝦四食 蒜蓉開邊蒸蝦 蝦蝦 還有兩款燒蝦 還有凍蝦 你可以一隻蝦吃光 四隻方法 試一下它的味製方法 目測 娃娃菜是真的juicy了 它好像很版滿 像炒SK-2 甜點水 它真的軟熟 膠原滿滿的 真的沒有人味 而且它juicy 為什麼呢 現在試其他肉 到底是什麼 它的雞丸骨 平時燒會乾 它現在的樣子juicy 我覺得這個是除了啤酒海鮮之外 要試一下的東西 外面都沒見過 燒雞丸骨不乾 燒腎不乾 這裏拍Ery既往那麼好吃 試試它的芝士熟米 很棒啊這個 芝士熟米 韓式的東西 超棒 試試試蝦粉 試試蝦粉 試試蝦粉 很好吃 它裡面還有雪糕可以炒的 你可以加一條雪糕 試試雞丸骨 吃 它這樣燒 是juicy的 這裏差不多 開始自己做什麼 只像粟米加雞丸骨 但其實呢 海鮮呢 你還是可以無限吃 啤酒呢 你還是可以無限喝的 總結一下 這間餐廳除了屯門外 它在元朗也有的 但可能不同的店舖 就會有少許不同的款式 到時候你還是問回店舖 但我覺得呢 這個是超級抵 我只是這桶的東西都不止200 很棒 好 記得逢星期四夜晚八點鐘 看著眼圈熟食香港18區 去不了日本的朋友 可以先看我的日本片 去不了日本 但又很想吃的話 都可以來這間店試試 頂住居宅 拜拜